如果假設你要跟TrackGP對話 我的習慣是反正 第一個就是 你要做什麼 先放最前面 我第一個是想要請他幫我 撰寫Excel的公式 先寫在最前面 後面再去敘述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通常是跟他講說你的資料在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通常是什麼 比如A3 那你就跟他講說將A3 那後面這個裡面的資料 主要是 擔心他不知道裡面是放什麼 所以我有時候會把它貼到後面 然後逗點之後 後面就是你要做什麼事 他就大概懂了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特別 敘述一大堆很冗長的東西 他就幫你把公式產生 那底下的話就是 幫我改為什麼 VBA的方言程式 但是前面是需要有一個 前提就是你已經做了 可是你說老師可是 我平常工作的公式已經寫好了啊 那我如果我寫已經有一個公式 我希望把它轉換成 那個方言程式怎麼辦 沒關係啊很簡單 開頭都一樣 幫我改為VBA的方言程式 然後另外的話比如說你要 你要把一個公式 你就開一個新的對新的談話 你就開一個新的 然後呢 你接下來就是開頭都一樣 反正我的習慣開頭都是 請幫我改為VBA的方言程式 後面的話 就是直接怎麼樣 加一個冒號好了 然後把你剛剛那一串公式 貼到後面去 比如說這一串公式有沒有 你就把這一串公式 複製 取消 取消才有辦法切過去 然後呢把它貼在這個後面 他就知道說 你這一段公式 你要變成VBA的意思 不過啦 如果他聽不懂他會告訴你 理論上我試過應該是還蠻OK的 那執行之後有沒有 他就 你看一下回應大概就知道了 要將Excel的公式有沒有 這一段喔 轉換為VBA的方言 或者你也可以這樣敘述也可以啦 然後可以使用以下的程式嗎 其實基本上這一段 應該就是結果就跟剛剛一模一樣了啦 OK 所以喔 如果假如你本來已經寫好公式 那很簡單 你就直接在這邊有沒有 請幫我改為VBA的什麼 方言程式 當開頭 後面把公式貼上 這樣就簡單了 有沒有OK喔 所以 這個部分呢 我們喔 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把原來的公式 做轉換 再來的話 最後喔 我是希望說 很多朋友說 可是我平常還是比較喜歡 像你上次講的說 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下去 就直接執行 也不要問我什麼資料在哪裡 不用了 反正我就直接按下去 什麼事都不要管 結果就看到了 這樣最好了 我發現大家還是 比較喜歡用Sub OK 所以如果要寫一個Sub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其實蠻簡單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啊 一樣把這個 工作表 拖拉加砍錯鍵 那這邊改成叫Sub OK Sub 那我剛剛講過 其實Sub就聚齊 聚齊 就Sub 反正就是 等於就是說 類似像一個按鈕 所以 你就模擬啦 假設將來會有個按鈕在這邊 按下去自動就輸出 然後一個按鈕按下去 所以自動就清除 那再來的話 可是程式要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你如果不會寫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切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好像 新增加一個交談 所以它一定會放上面 那你前一個問題的交談 它還在 在這一個 所以把它點一下 就回來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很多問題 你可以一直切來切去 互相切 OK 沒有問題的 如果哪一個 你說老師那我剛剛那個問題不要了 你可以點三點 這邊可以刪除 它也可以重新命名 如果你怕說 那個名稱我不知道要叫 你就 你就取一個名稱 你看得懂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就切回到剛剛這個問題 然後剛剛這個問題好像是什麼 請幫我改為方選程式 對不對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複製一下 對齁 或者甚至 如果你假設 你不要把問題貼到下面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 編輯它的訊息 把方選改成sub 按下傳送就可以了 它就會重新再給你一個新的程式 不過這個缺點是說 你下面這個方選就不見了 因為它這個是修改 等於是把你原來的問題的答案 也把它去掉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是希望方選有存在 那sub也存在的話 那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叫修改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那另外再起一個 因為我這個還要 所以我就把它再貼一個在下面 很簡單 改一個叫sub OK 這個地方大小寫沒關係 你打大寫打小寫都可以 理論上它應該都可以看得懂 OK 看起來應該穩定性還蠻高的 用這樣的方式轉換 我發現真的太輕鬆了 不然以前說真的 你自己寫 給你一個公式 叫你轉換成VBA 你說真的 如果沒有很有 這個支撐的工程師 我跟你講 一般人可能也轉不出來 真的 OK 那 現在有這個chartGPT 我覺得比這個支撐工程師還更好用 因為你要找他幫忙 他還不見得會幫你 但是你找chartGPT 他絕對不會推遲 而且他還非常有脾氣 脾氣非常好 有沒有 你隨便跟他開玩笑都沒關係 然後隨便問他 什麼什麼什麼 他真的很厲害 馬上幫你變出來 他變不出來 他會想進各種方式 一直幫你轉換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所以以前這個沒辦法做到 所以有AI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好用的一個功能 OK 那最後的話寫出來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直接就複製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不過我剛剛好像少寫了一個東西 對我剛剛漏了 什麼漏了 就是 我好像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就是sub跟function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sub會直接把結果反return 有沒有 反環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但是sub的話呢 如果你沒跟他講 他不曉得要把結果放哪裡 所以他可能用猜的 也可能猜對 也可能猜錯 不過 因為這個位置應該A跟B 他應該會放B 所以 猜對的機會 會比較大 我看一下 理論上他會 亂槍打鳥 應該也要 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過來看看 但是也有可能猜錯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猜對 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執行它的話 第一步 記得不用另外再開模組了 因為他已經有模組 你就把它貼在下方就可以了 剛剛的這個function有沒有 在這裡 你就把它貼在它的下面 放一起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希望要執行它的話 很簡單 跟function不一樣 你不要沒事在這邊 沒有啦 是在這裡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貼上之後 接下來 請你把游標 放在sub跟 sub跟and sub的中間 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 然後呢 你就再執行這個按鈕 把它按下去 它就全部跑了 我看一下結果 OK 執行一下 完全沒反應 就我剛剛講的 那所以你要補一下 你要跟他講說 就是你要將結果丟到哪裡 所以你要跟他講說 將結果輸出到b2到b10的位置 不然的話他不知道丟哪裡 就會亂丟 現在可能不知道丟到哪邊去 所以我們補一下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剛剛這個問題 已經給他怎麼辦 沒關係 這邊有一支筆有沒有 你可以再針對這個問題 重新再編輯 不過前提是你要登錄 如果你沒登錄 你沒辦法 我好記得是不能改了 好 所以呢 結果 所以後面的話 差別喔 sub跟function最大就是 那個 這個地方 就是return的結果 所以我習慣是 結果輸出 到b2 冒號 一般習慣如果也是一個範圍 就加一個冒號 然後到b10 有沒有 所以你就b2 冒號b10 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理論上把它傳 所以喔 你就是編輯完 再按傳送 它就會把底下的問題 重新再跑一次 ok 傳送 好 這時候 它重新再 而且這邊會出現那個什麼 2之2 所以它等於是第二次輸出 如果你還要改沒關係 可以一直改 它可以切回去喔 你前面一個問題 後面一個問題 它可以讓你比對 看一下喔 你可以使用以下vba 對 將a2範圍內的資料 哎呀 應該沒錯 到b2 可是只有到b2嗎 沒有吧 應該 試試看好了 所以複製一下 所以範圍應該是輸出是正確的 A到b那沒錯 可是它應該是A2到A10吧 它可能會不會只有輸出一個 試一下好了 所以把剛剛這一段 再重新貼一下 Delete掉 重新貼一下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執行的方法一樣 這邊執行 有啦 所以喔 有差喔 對不對 所以你在問問題的時候 記得 Function不用跟它講 輸出結果到哪裡 但是 sub需要喔 所以這個地方喔 有沒有 要記得跟它講 結果輸出到哪個範圍 OK 那個範圍通常是加一個冒號 只要跟它講 左上到右下的 所以如果這個是縱向 你就是都b啦 那如果假設很 一個表格 你可以 怎麼 可以再 OK 請可以試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就多一個sub 然後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結果輸出 再加一個清除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喔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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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